Gate Images,特朗普夫人的一个木质雕像,近日引起热议。 据每日邮报报道,7月5日,一座真人大小的梅拉尼亚木,像在她的家乡斯洛维尼亚树起,但却因造型丑陋遭大吐槽。 这座雕像穿的服装,是梅拉尼亚在特朗普2017年1月,就职典礼上穿的那一套。 当日梅拉尼亚的这身淡蓝色礼服悠然端庄,获得无数好评。 而在这个新的雕像身上,却好像变了位,神似动画蓝精灵中的蓝妹妹。 Images,当地人也纷纷吐槽,称雕像根本不像梅拉尼亚。 当地居民惨言,这就是蓝妹妹,太丢脸了,早前。 当地民众对这个雕像还是很期待的,因为作为美国第一夫人的故乡。 他们也为梅拉尼亚感到骄傲,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成品竟如此不堪入目。 不过梅拉尼亚的黑粉们,可是乐坏了。 有人甚至读蛇称,第一夫人本人比雕像要更加呆板。 图源 Image Bridge 这座概念雕像,是由美国艺术家布莱格唐尼委托。 经当地民间艺术家阿莱斯,用链剧制作而成。 唐尼为这座雕像揭幕,他也与唐尼在斯洛维尼亚首都举行的探寻梅拉尼亚足迹的展览相得一张。 据说,唐尼没有给操刀的艺术家提出什么限制,使其自由创作,只是一定要穿上他指定的蓝色礼服。 Gate Images,唐尼说,想要和我的国家的政治现状,来一次对话。 他强调了梅拉尼亚是一名移民,但他嫁给的总统,却立志要减少移民。 通过唐尼的直言片语,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位艺术家,根本就是来找茬的。 用这种奇葩的方法博得关注,可能也是一种行为艺术。 如果真是如此,那他不光明正大地冲铸特朗普来,暗戳戳地攻击其家人,真是有些失了艺术家的风范。 据说,白宫和第一夫人方面,到现在也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可以理解,这种质量的肖像,坏了谁都不会想回应的。 有些网友还脑洞大开,提议把这个形象和著名的特朗普宝宝凑成一对。 以后这对夫妇的卡通形象,就有了情侣款。 恐怕特朗普知道这个主意,也会哭笑不得吧。 原文 喜欢我的内容就关注我吧,咱们天天相守。